刚刚六省就带我参观了他这个家 那看到的是这个房子呢 哇 状况百出 那重修工作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那么今天就很高兴 我们请到了Sam师傅 Sam师傅来替我们看看 有什么方式来让这个家 能够改进的地方 好 没问题 我先看看 好 小心 好 Sam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客厅 它天花板就真的是 你看 全都是 而且有漏水的情况 譬如好像这个板这样 哇 真的 你看 马上 只是这样动一动 都已经马上降了 所以Sam Fung 我是提议是 可以的话 我们会尽量休息一下 帮它整个弄回它原整 是 给它向回向一间屋子 啊 都有虫 白蚁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长虫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积水的问题 所以然后那些白蚁啊 那个巨虫全都在这边 是啊 是啊 而且它们是老人家所住的地方 其实卫生状况真的是很糟糕 哇 真的不行啊 也不可以再睡下去了 因为你看它的地线和它的地板 它全部都已经 潮到这样的状况 哇 还跌下来 是 你看它跌下来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你看 这间形式不能用了 我们一定要重新拆掉它 我带你来看的 这个就是刚才帮我 带我参观它的这个 冲凉房 Sam Fung 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冲凉房 是好 希望是有至少一个错觉的 这样的 但是自己一想都没有 这么的灵力去做的 对吧 就是用这些钓筒来做吧 师傅了解整个情况后 决定要拆掉所有地板 打好所谓的地基 平常凹下去的地板 婆婆 我现在要将你的家 装修一下 就是天花板 那些地板 要整一下 好不好啊 好啊 最好了 好啊, 你开不开心? 开心 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很难再拆下去 你看这个地方 它的木全部已经是倒塌了 可能性整间我只要拆 而且拆是一个问题 怕了现在会倒 以前这里常常会淹水 水位高制人的胸口 不过呢 自从六神屋外的大水沟加宽后 不再发生淹水问题 也许因为水灾的关系 导致六神家地板下的泥土松软 整间屋子的地基 慢慢地变不稳了 所以工友们在动手拆地板时 很担心整间屋子会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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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弄到那个位置刚刚好 要弄得好 要弄得好 为什么要用这种透明的Zing呢 因为这边的电线非常非常的糟糕 也拉不到什么灯光 所以我们用透明的Zing 拿来给灯光晒到 这样六神和六宿 就可以方便他们的进去 在冲凉房旁边多盖一个厕所 上头同样装上透明塑料线板 同时也安置了马桶 留上一家不必跑到老远去上厕所 家最重要就是屋顶 有折头嘛 所以客厅的天花板 换上了杨灰天花板 比较耐用 一些新板上的破洞 如果不是很严重 就修补而已 好 那简陋的木屋在经过了粉刷之后 一定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要让六省有一个非常舒适 幻然一新的家族